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日前,由67名运动员、10余名教练员和科技与测试服务团队、体能团队等人参加的国家女排训练营已经在宁波北伦开营 这也标志着中国女排正式开启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征程 那么,女排训练营是如何安排队员日常训练的呢? 蔡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如下答案 在训练时间上,每个训练小组每天上午8点30分至12点 下午3点30分至6点30分会进行两个时段的训练 每个小组每周安排一次晚间7点30分至9点的加练 这样每个位置的运动员每周都会经历一次一日三练的过程 从蔡斌的话中,我们可以提练到两个常规的女排训练时间点 分别是 上午训练时间8点30分至12点 下午训练时间3点30分至6点30分 在这两个常规训练时间的基础上 队员们还会有每周一次的夜训 时间是7点30分至9点 如果按照常规训练时间计算 中国女排每天的训练量在6个半小时 若加上夜训的时间,训练时长则会加长到8个小时 中午时间段则是运动员的休息时间 一般情况下,队员们都会进行午睡来恢复体能 关于训练内容方面 蔡斌表示,主要以强化体能和基本技术为主 也就是说,本次集训并没有配合训练的部分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传扣配合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训练 在郎平担任国家队主帅时 就多次谈到现在女排队员的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郎平在国家队集训期间花了大量的功夫去纠正 浪费了许多练习技战术配合的时间 现如今,中国排协和体育总局 采用训练营的方式来打磨球员的基本功 也算是为蔡斌节省下了许多的时间 可以让其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优点 教练组人选上 蔡斌表示,各训练小组中的负责教练 大都是打过该位置的运动员出身 熟悉相应位置的技战术特点和训练要求 之前通过训练视频 可以初步观察到张晨 陈平负责主攻 李延龙负责副攻等 此外,本次训练营还建立了组长制度 每个小组都有一名运动员担任组长 和小组中的教练员 共同负责管理本组运动员的日常训练 学习和生活 并且每周评比最佳训练小组 与此同时 训练营中还有专业的测试团队 对参训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体能、运动生理学指标等 进行分组测试 建立参训人员数据库 训练营还组织了国内外专家 为复合型团队成员进行授课 蔡斌表示 此次集训营 配备了完善的科研团队和医疗团队 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治疗仪器 为我们做好训练工作 尤其是强化体能训练 提供了完善的保障和科技助力 而且 随着训练营工作的全面展开 各组之间还会进行良性竞争 通过评比每周最佳训练小组等方式 进一步促进运动员的训练积极性 未来训练内容将逐步细化 从意志品质 体能 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起来 期待 通过训练营 能够挖掘出更多优秀人才 助力中国女排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